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狼 这一期视频的话 跟大家聊一聊老挝到底有多少香蕉 如果走火车的话 每天大概有多少量 根据现有的资料统计的话 老挝香蕉种植面积应该是在30多万亩 那我们按35万亩计算 每一亩平均的种植数量算它120株 每一株平均产量算它25公斤 那么这一年下来 就可以生产10.5亿公斤的香蕉 也就是105万吨 当然这些香蕉的话 不可能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一起上市 也是有高分期的 一般高分期的话就是在年前年后 那五六月份的话 这边香蕉开始就慢慢减少了 因为国内的话 海南广西这些香蕉的话就陆续上市的 如果说全部要是走火车的话 按现在的火车35个柜 一列火车的话 大概是可以装到700吨香蕉 那么在老挝的话 我们就算它走火车的数量算一半 也就是750个专列 那这750个专列 我们给它分成六个月走 就是半年时间算是货比较多的 平均起来的话 每个月就可以走125个专列 平均到每天的话 大概就要走4.17个专列 这个的话就是老挝现在现有的面积 以及走火车可以预计 走多少量的一个大概估算 也就是说火车如果说 开通了香蕉运输专列 在这个价钱合适的情况下 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走火车的 就算再少一点的话 再打个五折 一天的话 基本上还可以保证两个专列 也就是说在老挝香蕉的这个采收季节 半年时间 基本上可以保证两个专列以上的 这个香蕉运输 所以说这个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说在老挝香蕉的话 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 如果说要是香蕉可以走专列的以后 中老铁路的这个货物运输 相对来说就多了一份保障 起码在香蕉采收季节 每天可以保证两列以上的 这个专列可以走 另外一个的话 也可以确保老挝的香蕉 可以回到国内 而且运输成本会降低 就不会受高运费 以及是关口拥堵问题困扰 所以说现在的话 在老挝种植香蕉的 大部分郊地都还是非常期待 香蕉运输专列可以开通 目前老挝的香蕉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万象 以及万象引栏 如果说要是能走火车的话 这些企业应该会首选火车运输 好了 这个的话就是老挝香蕉的 一个大概情况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下期再见 拜拜 关注不迷路 下期再见